我讀讀设计时,我在理工大学,当时叫理工学院 我来讀设计时,我最初是很受不了这一堂 就是说做完设计后逐个站出来,然后介绍你那些东西有什么好 接着那些同学就不断踩你,因为这个训练是很好的 我后来就觉得非常棒,我第一,最初的时候就认识你谁比我 但后来就很感激,因为原来这种训练是很深入的 你自己做一件事出来,你当然觉得天下无敌 但是当被批评的时候,你怎样可以平心静气去想一下 他说得对不对,我应该如何改善,如何去解释 因为将来你在社会上,你出来做设计,做广告 很多时候你要表现给客户的时候,如果客户就是说一些无理的东西 或者是有理也好,无理也好,但是你是要沉得住气,然后去解释 我应该会赔他你 我不能够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 我应该是